大家好,我是胡卓喬 我是許紹鋒 M21青年採訪隊繼續在現場採訪書展消息 書展來到第六日,就星期日颱風影響 大會宣布星期一和星期二 書展會延長開放時間 有書箱就減價促銷 也有書迷專程來買書 由鍾翠恩帶我們去看看 書展周二閉幕 吸引大批書迷入場數貨 這邊減到半價 那邊又有六折 用100元買到六本書 受颱風落黑集港影響 周日書展暫停幾個小時 大會決定周一和周二現場開放時間 根據過往的經驗 我們自己來講 覺得延長的時間 其實就不會說 過一個小時 人們買多了東西 或者多了人來買東西 只不過是將人們的速度減慢 牠會拖牆來慢慢看 但是實際上 你說會不會真的 買多了東西 或者買多了時間給牠 我就不覺得有很大的影響 尤其是你只有一個小時 希望多了一點 因為其實這麼多晚的書夜市 最後的那一兩個小時 消費額也不是太大 但是看看會不會因為大家 之前沒有買到書 或者是之前進不來 而今晚又放到11點的時候 看看會不會多一些人 進來買書 書明說 知道延長開放時間 又會遇到多些時間買書 都會少少的 大約一兩個小時 走多一個小時或者兩個小時 書展周一會延長到晚上11點 而周二則延長到晚上7點 M21news記者鍾水恩報導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劉怡翔早早跟年輕人一起行書展 劉怡翔說工作壓力幾時都有 期望在任期內為香港打一條新出路 而教育局局長楊潤雄下午到書展 和青年人分享 上任二十多天的楊潤雄說 暫時尚算順利 有學生問他在政治上 有沒有遇到道德抉擇 由梁欣廷和李昇瑜帶大家看一下 劉怡翔在書展和年輕人分享 閱讀興趣 他說希望在任期內 香港經濟打一條新出路 在這一屆政府來說 其實我們都很想為香港經濟打一條新出路 在社會各階層的需要 我們都想做多些 很想和市民多些溝通 喜歡閱讀的他 這次帶了《本智能時代》的書 和《經濟學人》雜誌推介給年輕人 人工智能是怎麼做的呢 就是要去學一下人 怎麼思想 怎麼想 怎麼分析 怎麼解決問題 而學習思想 小時候學習很多真理 或者學習一些原則 principles等等 然後才會去思想 所以他就說 其實我們人的學習 那個創造力是非常重要的 讀數學出身的他 平時除了看數學和電腦書之外 還會看一些消閒的書 其實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歡去旅遊攝影 因為我覺得旅遊攝影 去看到大自然 神的創造 宇宙的萬物來說是很好 特別我想認識別人的風土 歷史文化 對世界的認識和欣賞都會多些 劉兒祥又說 每年都會走書展買心頭號 又會趁閉密前例行下 MN News記者梁欣廷報導 楊潤紅到書展 和年青人分享 有年青人問他 從政期間有沒有試過面對道德抉擇 作為新上任的教育局局長 他說工作暫時順利 又勉勵年青人遇到困難的時候 找方法去解決 談到中學的生活 他說回憶片段都是好的 在學校裡面是容許你去錯 大家的包容也都強很多 現在在今天 譬如 現在我說錯一句話 可能都會很大件事 所以其實壓力是大很多 也都不容許我去犯一些很大的錯誤 他說 一向都喜歡看書 看的書也都很廣泛 好似愛情小說 中英文書都會看 MN News記者李晶瑞報導 書展已經來到最後兩天 不知書迷又有什麼策略買便宜書呢? 有書迷就特地拖買個行李買書 林浩湖帶大家去看看 書展臨近尾聲 不少書迷買到一代、二代 有些更多做足準備來買便宜書 大家都知道大家會買很多書 所以就帶著行李來 免得自己背著很辛苦 首先我會上網看 他會在哪個策略有書買 那我就會先去找那個策略 那我就不用再到處找那個策略 在哪裡了 二九書迷說 星期二才閉幕 還有時間去選心頭號 書便宜了 都會想買多一本 放回家裡有空再看 如果有時間了 就會考慮再過來 有書迷說 在書展買書 比起在書局買 獲得更多折扣 如果想趁閉幕前入場 就要留意 現場售票處 將於星期二下午五點半 停止售票 如果要入場的話 就要在六點三之前 M21news記者林浩湖報導 有書箱推出優惠 說星期一銷情理想 林子君去訪問過部分書箱 來到書展最後兩天 除了減價 有書箱推出優惠速銷 今年我們加推了一個 全日的換購價 就用低至四折去換購 感覺非常理想 一至五本有八折 六至九本有七五折 十本以上有七折 今年書展又破紀錄 670家參展商參加 來自37個國家和地區 但有參展商表示 不會特別加推優惠 按現在的情況 應該就未必會 進一步降低價錢 因為看回我們的情況 其實最後兩天的消程都比較好 歷年來都是這樣 所以期望是今天下午 開始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增長 那可能會加大優惠 例如一百元三本變四本 不過我會看今天下午的情況 可能在晚上會挑戰 今年書展已經是第28屆 年度主題是旅遊 七日的展期 除了有書出售 大會還安排了超過320場 不同類型的文化活動 M21news記者林子坤報導 先休息一會 回來繼續報導書前消息 團隊 中文字幕本身